第四組 第四組的冠軍是 新加坡T-POP饒舌冠軍 據說饒舌沒有辦法正常講話 為什麼 不是 他就是一定要用饒舌的方法 是不是 所以可以問他請問 我們用問題問他 他用饒舌來回答我們 對 你問問看 請問你們要如何的把妹 把妹 You give me the beast double 你知道我的舌頭到底多麼強勁 女孩他們都知道舌頭很快 他們會要很嗨 所以你知道的 到底怎麼樣的把妹 You know me Yeah 他剛剛已經多回答了耶 完全聽不清楚耶 聽不懂 聽不懂 應該張風琦應該 他那種年紀有辦法 他是回答問題 他大概講什麼意思 他是講 因為我一直專心聽他的beatbox 唱得很好 那beatbox 那我能不能請你們把那個速度 放慢一點 好 有道理 有道理 可以嗎 從那個第一題開始 要把妹 要怎麼把妹 請你放到18 8座 來 不能再重複問題 應該是問 中式的這一部 我愛芙蓉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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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傻眼了嗎 這有可能是冠軍嗎 對不對 而且不容觀眾都來看 男女主角都在現場 女主角吳俊蓉 男主角張成光 速度不要太快 慢點… 要讓大家都聽得懂 要不然你白宣傳了 OK 好 我受過的開業兄弟父老姊妹 他們每一天都會這樣鎖定 我知道我唸得太快你們聽不懂 所以只好把這速度開始慢慢放慢 讓你感覺到做這種節奏 So cool So cool 好厲害 歡迎來到Kidify 好Q 我的天啊 男主角 陳光哥 就選擇 就選擇 對 臨時來的 這個叫做 這個是那個Rap的即興床床 對啊 對 就是我們四組了 現在可以開放大家最後的 每個人可以問一下 那我們這兩隊兄弟 所以他們沒有參加過比賽 有… 有… 你們參加過什麼樣的比賽 有 各位來喔 還有 我們有得過街頭藝人 台北市的街頭藝人 所以我們三不五時回到西門町 開始拿起麥克風的唱給別人聽 還且我們通常不去比賽 別人都是邀我們去的表演 因為要繳報名費的比賽 而我們怎麼可能去 因為我們No.1 世界第一 你懂的 很有自信 他們是表演的這樣嗎 現在要比賽太棒了 好 是 那… 就…